和传统的教学不同 他们的实操课占到80% 主要就是让学生动手完成一些编程的例行 每一次上课都在模拟真正的生产环境 我们很多的大学的学科设置 因为它是为了做学问的 它是为了做学术研究的 所以这些学生设置都是五六十年来设置的科目 你比如说很多的像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包括一些物联网 你包括像数字艺术 这些东西我们的大学里基本没有 包括游戏行业 因为在大学里哪里有这个科目 没有这个科目 移动互联网系统有没有 没有这个科目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生产厂家 包括制造业 他缺这些行业 那我们就希望那个 他就希望我需要的岗位 你帮我培训定点岗位 来了我就能上班 来了马上就能产生效应 当下中国内地的就业市场是百领过剩 技工短缺 由数据预计到2020年 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电力装备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新材料将成为人才缺口 最大的几个专业 其中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 将会达到750万人 到2025年 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到450万 按照中国国务院的方案 到2021年底 中国技能劳动者 要占到技能劳动者总量的25%以上 其中 高层的人才要占到技能劳动者 总量的30%以上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已经走向了 稳步发展阶段 它已经从中国组装 开始走向了中国执照 当它从在中国组装 最初期的时候 可能简单的 低廉的劳动力 可以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 培养了这样的劳动力 那么它价格很便宜 它就可以使用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过去了 中国现在开始从 简单的组装 走向了中国执照 当你走向中国执照的时候 它就开始需要技术工人 目前 全国高职院校的 专任教师是49.8万人 如果按照师生比 18.1 多招100万个学生 得多5.5万个老师 才能基本把课程教学完成 考虑到现有老师 还有自然检营的情况 每年大概有6.5万老师的 工作量要能补上 才能把广州的任务 基本应付下来 一个是老师方面的 整科的素质不是太强 第二个是个学生生源方面 那我们现在缺少优秀的 这个生源 第三个的话呢 它只是 二次 教育得 Vaid 二次